歡迎 廣池園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容積率提高到400% 這個變更案我認為極不合理 我下面就敘說不合理的原因 前面的官員可以往後面看 市政府在周邊突避 因為都是駐山融機率是225 市政府貿易在其中規劃了 400%融機率的專用區 建築量體這麼龐大 破壞了我們住宅區的民境 那也使土地分區使用的這個立法意義 全部都喪失了 下一張 那麼在這裡規劃新建2800戶的公民住宅 這個相當於是兩個大人里的居民 也相當是28條林口接80項的居民 我們林口接80項是100戶 那28除以100是不是就是28 那你們想想看28條巷子 這還沒有包括那些社府設施的 社府設施的那些人數還沒有包括 那這樣產生的人口啦 救學啦 交通啦 衛生環境等問題 對環境的衝擊太大 這些問題市政府要審慎評估 下一張 看這表我們來看歷史 那麼公民住宅的數量博德的時候 BOTM的時候是526戶 考市長增加 柯市長現在暴增是2800戶 那全區的平均容積率 在博德的時候是232 柯市長剛才是講說 平均容積率是不是400 好像是340幾 347 那市政府的角色 在博德開發案的時候 市政府是監督者 那好市府跟柯市府就收回來自己開發 那這有什麼差別 他監督博德開發是民間公司 那你看這個博德是民間公司 那市政府就是監督者 那監督者的時候他就用合約要求說 你要跟周圍的住三一樣 所以他變232 因為我們是225 225 那可是柯市長跟好市長 自己收回來開發的話 自己擔任開發者 他就馬上都市計畫變更 變成322 現在變成347 那這就是怎麼樣 自己提高容積率 他擔任監督者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跟周邊一樣 擔任自己開發的時候 他就都市計畫變更 馬上就調高了 很奇怪吧 好下一張 好下一張 那好市長 根科市長 提高了容積率 又增加了公營住宅的數量 那都是為了兌現政見 那兌現政見可是卻犧牲我們這些居民的利益 那我們居民不是變成了政治的犧牲品嗎 下一張 那透過這個都市計畫變更提高容積率 表面上看起來都合法對不對 但是科市長說 啊用膝蓋翔也知道 在這個住宅的住宅區裡面設一個容積率400的特定專用區 啊用膝蓋翔也知道 這就是只准周官放火 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這點結 這不就是 又是科市長說的 合法不合理 社會觀感不佳 啊我們周圍都通了二五 啊為什麼你說市長呢 哎呀 都發局局長帶了一抹微笑 謝謝你 哈哈哈哈 發局局長不要為了兌現你的競選證件 你要兌選證件 兌現證件是很好 四年要兩萬戶 可是不要把這整個證件壓在我們的頭上啊 要叫我們背兩千八百戶 哎呦啊 哎呦我的媽呀 建議建議 建議這個容積率 請你回到跟周邊一樣 二二五 二二五 或者向大人里里長建議的 那你不要回二二五 把我們調到四百 那我們勉強同意 好謝謝 謝謝 那謝謝我們剛才前面五位已經先發言完畢 那我們 那 那